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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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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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真是 我看啊 是炒作 这种人为了炒作自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但莫姨是真的呢 真死了怎么办呀 你好 给我一杯酒 好 哎呀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呢 都怎么回事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要往网上放 连自杀都要往网上放 哎 你看 还是我们家妍妍乖 妈 我又选题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们报社老师啊 让我找一个题材 做一个深度的报道 怎么那么晚呢 打你电话也关机 哦 陪客户喝酒去了 忘记告诉你了 后来才想起来 刚好手机又没电了 不早了 早点洗澡睡觉吧 好 小颜 这么晚还在干稿子啊 我今天帮你买了一部新手机 最新款的 哎呀 忘在车里了 我现在下去拿 不用了 王叔叔 我妈早就给我买了 你的 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 哦 那我先进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喂 喂 嗯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我有个员工刺杀了 我要去处理一下 刘队 小董 刘队 什么情况 初步估计死于煤气中毒 死亡时间呢 大约是昨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知道了 哎 你是谁啊 这里不能进来 我是刘队的老板 你让我进去看看 不可以不可以 说句说句说句 我是他老板啊 哎 刘队 什么情况 这人不要进来 让我来吧 你是哪位 哦 我叫王晋云 我是刘队的老板 请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死了 死了 初步判定 他死于煤气中毒 煤气中毒 王老板 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要汇报啊 哦 哦 没有 他 他最近工作总是心不在焉 我还批评了他 早知道他有自杀倾向 我就不再给他压力了 绿长 绿长 你看这个 什么东西 估计是 四千六下的遗书 如果连你都要抛弃我 那我活着 那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为我的爱情的死 我的死 与他人无关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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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走了 能搭个便车吗 没问题啊 上车吧 谢谢啊 王老板 对刘荣荣这个姑娘了解吧 哦 哦 他以前是我的秘书 哦 小姑娘人挺不错的 人又漂亮又上进 自从他谈了恋爱以后 闹了好多次情绪 闹得要死要活的 公司里的人 对他都挺大意见的 没想到 这次他真的自杀了 王总怎么会觉得他是自杀呢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猜测的 游戏官别介意 哦 那您的下属还挺关心嘛 哈哈 那您知道他男朋友李杰吗 知道 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嗯 好 我现在刚好想去您公司 想找李杰了解一下情况 可以吗 哦 可以可以 我们走吧 好 这个是李杰 关于刘荣荣的事情 你要配合调查案件知道吧 是 我按照 走吧 我还有事我就先去忙了 你们慢慢聊啊 行 那您先忙 走吧 案发当日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你在哪 在做什么 我和室友在宿舍看球 看球赛 对啊 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能说一下你和刘荣荣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和荣荣之间一直挺相爱的 甚至都到了讨婚论嫁的地步 嗯 我想结婚后把我父亲接过来一起住 但荣荣他坚决不肯 所以我们彼此冷战了半年 冷战了半年 这期间你们一直没有联系吗 嗯 一直没有联系 我以为他把这段感情已经放下了 没想到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自杀 结果今天出来的吧 这个就是民间所说的蒙汉药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不排除他杀的可能 还有个情况 什么 死者死之前呢 已经怀孕了两个月 他怀孕了 我叫小敏 你给我过来这边喝酒 担心吗 嗯 那你呢 不好意思 方便留个电话吗 嗯 可以啊 姨杰 清清不错嘛 刚辞的女朋友 那个情况还有女朋友 你刚刚不是跟我说 你没有女朋友吗 这个渣男 小敏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你找我干什么 我找你 需要重要的事情问你 你知道 刘荣荣死之前 已经有两个月的生育吗 啊 他后来又找过我 那当然就发生了一些关系啊 那为什么之前你撒谎 还说半年都没有联系呢 我觉得这种事就没必要向您汇报了吧 现在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我有很多事要问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拿腿发 回去再说 好 游队 我们提取了你接的血样本 做了DNA的对比 发现死者肚子你的孩子 真的不是你接的 这么说 他还是设计另外一个男人 火化时间坏坏 我总觉得李杰这个人 另有内情 吃饭呢 怎么你要出差啊 对 工作太累 要出去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也是应该的 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你再问我我也不清楚啊 不用紧张 我有什么大问题 你几号生日啊 9月5号 怎么了 刘荣荣在个人指示上 9月3号发布一条信息 说那天给他男朋友吃饭 你怎么解释 哦哦我讲起来了 5号我出差 所以我们提前过了 你确定 当然 3号不出差5号周末要出差 我们工作性质就这样 我赶时间 我先走了啊 啊 我好像记错了 刘荣荣发布日志的时间 不是9月3号 又是1号 难道李先生也记错了 还是说 刘荣荣说的并不是我 而另有情人 我回来了 站住 我问你 最近发生自杀直播事件 女主角 是不是就是公司员工刘荣荣 是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那我再问你 这个刘荣荣 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过生日 跑到家里来给你过生日的那个女人 嗯 是 这个女人啊 感情上 工作上 她都不知进退 一心就想讨好领导 你看 她也不管合理不合理 就跑到咱们家来了 有人跟我说 某公司老总 玩弄公司女员工 导致人家自杀 说的好像就是你 哎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八卦新闻 你也信哪 起先我是不信 不过 我女儿都这么说了 你说我信还是不信 小妍 这怎么回事 我接到爆料 她把全部的真相都跟我说了 那个叫刘荣的女人 是为了你要死的 而且你 别说了 妈 就算你再怎么不希望王叔叔 但是 关起门来大家还是一家人 假丑不可外扬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等等 你们居然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爆料人 却不相信我 小妍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要跟她对质 我不会说的 我要保护我的消息来源 这可是最基本的新闻准则 而且 谁知道你会对她做什么 哎 你 我信 你也不相信我吗 信你 我警告你 你最好尽快给我摆平此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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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这么准时啊 这里有一百万 够你花一阵子了 你出去避避风头 走得越远越好 十年以内不要再回来了 王总不是吧 一百万就想把我打发走 我假冒荣荣这么多年男朋友 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吧 况且现在荣荣又死了 警察随时会找上我这替死鬼 我随时都会坐牢的 你 好吧 最近我经济有点紧张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帮你凑齐三百万 但是 你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否则 我就让你永远消失 行 既然王总这么爽快 就算我坐牢 我也不会把这秘密告诉警察 对了 王总 还有我事告诉你 什么事 那天警察给我说 荣荣死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 什么 钱尽快转给我 队长 昨天我在报社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们近期会报道一篇 关于牛龙龙自杀直播案的新闻 但是在关键时候 那个记者把新闻给撤下来了 说是爆料来源有误 会有这样的事吗 还有个重大发现 那个实习记者 就是王静元的妻子 董文心和前夫的女儿 董小言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你马上把王静元 搜的身份资料调给我 好 小言 你来干什么 我刚好经过 顺便过来看看你 那你现在看到了 我可以走了吧 我很忙的 小言 等一下 我以前是想问你 不如我们坐下聊吧 有什么 你就在这里说吧 关于那个爆料的事情 你能告诉我 那个爆料的人是谁吗 是不是李杰 如果是他 你是不是要杀人灭口 我怎么会这么做呢 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的事 不止他一个人知道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 我已经答应了妈咪 不再调查这件事 但是 还是会有人关注 跟调查的 你自己好之为之吧 队长 王静元的生日 是9月26号 根本就不是9月1号 看来 李洛龙说的一起过生日那个 根本就不是王静元 不是他 老板 你好 老板 加鸡来拿手机的 好 你等等啊 来 你看看 检查一下 没问题吧 没有 好 谢谢 慢走 老板 你好 先生 跟你打听一个事情 你说 修手机的时候 是不是会备份手机资料 是啊 你能不能帮我备份一下 刚刚那个女孩的手机卡 不行的 我这样子 老板 通融一下 您看多少合适 行 看你不是坏人 帮帮你吧 稍等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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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元是几几年生命的 1973年 怎么了 你查查1973年9月26号农历是多少 马上看 1973年9月26号那天 我们刚好是9月初一 原来她说的日期就是9月1号 那我们现在 我们去会会王静元 好 喂 您好 您喂 是刘璐警官吗 我有玩进元杀时刘荣荣的证据 你在哪儿 刘荣荣家对面 1503号找到 168月1号 1503号 123号 Basically 104号 您好 我们是东城分区的警察 请开门 这铁门开着 又没有能回应 不会出事吧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你去去那房间看一下 没发现 队长 纯龙 没有发现 奇怪 明明以后我们在这前面 却没发现 人 跟我走 队长 队长 怎么了 警告你们的可能危险 马上通了总部 问一下 通幅路十一点半 有出现的黑色外腾 这白奥市 好 喂 像包社包聊的人是你吧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 刘蓉蓉是我的好姐妹 你对她做的一切我都知道 是你害死了她 姐妹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刘蓉蓉提起过 我见过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重点是 是你用完没用 把蓉蓉迷倒的 是你将窗户关死 是你亲手打开的媒体录 我要你给蓉蓉偿命 既然你都知道这一切 好吧 你开个价 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你的臭钱 你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 从此以后 你再也不是人杀人的环境源了 行行 我先去掐死你 我知道你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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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误会 开会 快点 别动啊 你没事吧 走 你叫什么名字 余燕 像报社爆料人是你啊 你还知道是什么 王静元 是容容真正的男人 也是害死容容的凶手 姓名 王静元 你和容容什么关系 情人关系 为什么之间不说 怕我老婆发现 我现在的一切 都是她给我的 我怕失去这些 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死她 我当初 跟容容好笑的时候 告诉她我不能离婚 她也同意了 后来 她却反悔了 还跑到我家里来闹 惊喜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我家 你疯了 我等不了了 我没有你一分钟 我都活不下去了 容容 你冷静点 你给我一点时间 不要逼我好不好 可是我 这样 等一下我打电话给你 好不好 谁呀 是那个刘秘书来了 他知道我生日 又送礼物来了 刘秘书 既然来了 就一起吃个饭再走呗 不用了 我家里还有事 我送完花 我就走了 对 她家里还有事 花啊 还挺漂亮的嘛 我走了 这花啊 你还挺漂亮的 老公 不是有红炸肉吗 吃饭吃饭 过了那次以后 刘秘书接二连三地闹自杀 我已经很烦他 可摆又摆不脱 最后一次 就是在他死的那天 他又说要自杀 让我去他家 我已经很累了 想跟他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房间怎么这么大没机会啊 你终于肯来了 我等了你一晚上了 你一个星期都没有 你还要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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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给你看 你疯了吧你 你都不要我了 我都在干什么呀 你冷静一点 你知道我在那个家里没地位 要是现在离开了 什么就没有了 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 我只要你陪着我 你不是要孩子吗 我帮你说 你也会跟我走吗 现在就算你有了小孩 我也不能离婚 王庆云 我真傻 我这么爱你 甚至为你去死 随便你怎么说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把你资料放到网上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贱人 你给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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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阻止了我 你能阻止我一辈之吗 你看 我还没说你是谁呢 所有人都要忍入你 让你生活不得安宁 让我把你资料放上去 你也会走 妈 好 我答应你 我明天就离婚 然后娶你 你说什么 你不相信我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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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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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的新生活 看了这一遍 好 你不是说 他生孩子的吗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喝醉了 我扶你进去休息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你可不要怪我 所以你又杀死了他 我没有 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 虽然她是个占预于极强的女人 有时候又会胡闹 可是 我能感受到她是真心爱我的 我这辈子 都没有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女人 我不能这样就让她死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死 可能是当时太紧张了 没机器没有关好 有可能是风吹过来 把窗户吹关上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死 她真的死了 她真的死了 那为什么你之前不说 我当时太害怕了 我想着 一旦说出来 我就身败名裂了 我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医生说的 就是事情的全部 是吗 婉俊月非常狼狈地出了门 第二天容容就出了事 那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呢 我不想卷肉进来 队长 队长 流露整理线索后来到鱼艳家中 使用研发的破解软件 解开了电脑中的监控密码 流露整理线索后来到鱼艳家中 你为什么杀死流露 我并不想杀死他 但是你已经杀死他 我杀死的是他肚子里的孩子 但我知道他怀上那出生的孩子 一直等着这一天 一个没有意识的胎儿 他对你没有危险的 他是无辜的 无辜 没有谁想过我肚子里的孩子 十年前 我有了三个月的生育 我有了三个月的生育 他居然为了娶一个有钱人的女儿 在大姑娘的时候 在大姑娘的时候 叫我赶紧 扶不住客气 躲在天桥底下 一群群乱喊过来抢包了我 我的孩子 就终于没了 你怀了王静云的孩子 老爹有眼 让我再一次遇见了他 就认识了他的亲人 那个玉琳的那人 通过他 我知道我可以为我的孩子报仇了 你花了一辈子的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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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吗 值 太值了 凭什么我要看他的风光无限 我却在捂你 我却在捂你 把他拉下来和我压惨 王静云 老实点 报应 报应 你这个疯女人 你到底是谁 你看清楚我是谁 你是医院 王静云 你果然是个薄情的人 变成这样子也是你害的 十年前你亲手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让你这一辈子都休想有孩子 你就等着段子绝孙嘛 哈哈哈 好了 带走 为什么 为什么会信啊 为什么 带走 刘荣荣 刘荣荣为了引起王静元的重视 在网上直播宣称自己要自杀的行为 涉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罪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 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除五日以上十日以下居留 可以并除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除五日以下居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另外 根据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不得制作复制 发布传播散布淫秽色情 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信息 所以刘荣荣直播所在的网络平台 有权力和义务及时删除相关内容 王靖元用安眠药致使刘荣荣昏迷 企图使用煤气杀害刘荣荣 期间放弃行凶 回来关掉了煤气 虽然没有避免刘荣荣的死亡 但由于其在犯罪过程中有悔改 终止行为属于犯罪终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条规定 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终止 对于终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 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而于燕在王靖元走之后 再次将煤气打开想要杀害刘荣荣 于燕是触犯了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刘荣荣为了所谓的爱情 不顾王靖元已经结婚的事实 想以自杀直播的方式得到王靖元的重视 却因此真的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也残忍地扼杀了自己腹中无辜的胎儿 王靖元在爱情与金钱中摇摆不定 不仅伤害了别人 自己也尝到了苦果 于燕本来因为失去自己的孩子值得同情 可她把仇恨转化为实际的报复行动 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人们在面对心中的欲望时 不管是爱情金钱还是仇恨 都应该采取正当的途径去解决 如果因此采取过激的行为 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终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